老北京人爱吃酱 开门七件事 酱居第五 仅次于柴米油盐 老北京人此生都离不开酱的风雨 酱便是熨烫在北京人骨子里的生活印记 他们将一年四季的美味与酱一同包裹入腹 成了北京人心底最深沉的眷用 盛夏四九成燥热难耐 与酱最为搭配的印记美食 老北京炸酱面在此时风靡全程 老北京炸酱面的兴起 相传是因东北的满族人入关 把黄酱带进了京城 随后在岁月的流变中 炸酱面便应运而生 成了中国十大面条之一 这边就是爽 然后那个肉粒那么大一个 很香 然后又很劲道 然后又有一股淡淡的一种香甜在里面 就是老北京的感觉 如今这碗胡同街巷里 风简游人的炸酱面 也换下了朴素的衣衫 换上了精致的装饰 成了这京城里老味新作的代表 咱们家这个炸酱面 一年四季 面码都不一样 对 今天是五月份了 五月份应该北京要吃香春 这个给周围时刻介绍菜品的人 叫董振祥 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在国际餐饮界里都颇有名气 只要提起他 大家都会尊称一声大懂师父 是因为他的资历和一米九的大个头 这道摆盘精致 讲究意境的炸酱面 更是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喜爱 我觉得这个炸酱面特别爽口 就给那感觉就是有点夏天的感觉 它的炸酱味道比较浓郁之外 它里边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肉粒 这个吃起来就比较爽了 董振祥为了给我们展示 炸酱面能有如此口感的秘诀 准备亲自上阵操刀掩饰 他对炸酱面的要求就是过夜 相比传统炸酱面中 吃酱不见肉的猪肉末 他炸酱的时候 全部换成了手切大肉丁 吃起来才算满足大快朵迷的心理 咱们说讲究一点 吃的是肉丁炸酱 如果不吃肉丁炸酱不那么讲究 那我就可以买点油末 所以刚才我说 这边活粪的那一点 就是千加千味 起锅倒油 下锅煸炒 葱姜蒜提味 干黄酱加水泄开 倒入锅中 干黄酱是制作炸酱面的味觉基底 炸酱的过程中 高温导致猪肉丁与酱产生的美拉德反应 会使炸酱留下一股微妙而复合的焦香与咸鲜 这正是让人们在吃面的时候 感官和味觉不断受到冲击和刺激 基本上差不多了 小火熬至三十分钟后 色泽焦鹤香飘十里 炸酱便熬成了 当人们看到成焦鹤色的炸酱和大块肉粒时 大脑会发射信号 口腔会分泌大量唾液 促进人们的食欲 大口咀嚼 使食物的焦香口感在唇齿间进一步放大 浓厚香醇之味充满口腔 满足与爽快之感悦然而上 就是那种咸咸的 还有那种肉丁什么的口感也不错 酱的颜色要重 味道也要重 它就很到位 然后再配上其他 轻重搭配 平衡了 严选的应季青豆 芹菜和消暑爽口的黄瓜 水萝卜等组成的菜马 琳琅满目 不仅是炸酱面的绝佳搭配 其中更蕴藏着制作者对生活的理解 和对一年四季最深情的眷恋 蔬菜就是中和了这个酱的油腻感 然后又特别的鲜香 包括像这个季节特别能吃的这个新蒜 口感比较清新 适合这个季节 我觉得这个菜就是吃这种实际的菜就会给你一种 就是说我在尊重这种规律 尊重大山的规律 和大山去达到一种融合的感觉 前厅食客们吃的是赞声连连 后厨里董振祥却是气定神闲 丝毫没有被此刻的高温所影响 忍不住 姑娘 面 凤尾面啊 来 凤尾面 面头宽扁成扇形 是当年进贡的面品 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董振祥选择用它来做一道 逆境深远的炸酱面 制作凤尾面需要花费整整一天的时间 专门定制的凤尾面 用了更为筋道细腻的面粉 揉捏成团 多次醒发熟成 增加面条的韧性 半拉半抖 面条变得细长 一丝丝垂下 细的部分叫龙须 面头宽扁的部分是凤尾 扁平四扇 金的滑柳 是炸酱面的好搭配 董振祥的炸酱面 不仅仅是口味上的创新 在摆盘上也别出心裁 讲究色彩的呼应 创造出诗情话意般的用餐体验 夏日里 这碗满满当当的炸酱面 在市井小巷可以尽情躲移 在庙堂高楼间也可不失体面 而这便是古都京城的独特气质 明天看到了 好